从风神之地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霹雳尖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前往台山渔迈 霹雳尖去展开探索和考察 在山东省来吴市的北部地区 分布着许多低山和丘陵 虽然这里山势不高 但却连绵铺展层栏结脆 在一片起伏和缓的山岭中 坐落着一座挺立高耸 拔地凌空的山峰霹雳尖 相传在周朝建立之后 法力无边的江子崖 看到此山奇风雾立 云雾缭绕 甚是不凡 于是他在山顶筑台一座 为众将风神 才有了所谓风神榜的传说 更让许多人感到神秘难解的是 在距离霹雳间不远的山腰 鸡犬香闻时无俨然 更有许多清泉 无苦流淌 当地百姓都认为 正是江太公曾在附近封神 所以至今这里仙气环绕 风调雨顺 千百年来 一直未曾遭受冰灾战乱的荼毒 那么 究竟是怎样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 造就了霹雳间悬崖之地的人居环境 传说中的风神台究竟在哪里 他们又与来吴地区泰山余脉的地质变迁 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 不久前 地理中国设置组来到了山东来吴 对这座小小的山村展开了调查和走法 来吴市地处山东省中部 距离省会济南大约112千米 由来吴市区向北大约35千米左右 就是霹雳间所在的茶叶口镇 这里地处张秋 资伯与来吴的三地交界 古时曾为交通要道 商贸重镇 因为这一带平原多岔路 山巒多鸭口 所以早年间一直被叫做岔鸭口 到了后来 岔鸭口的名称 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 逐渐演变为茶叶口 设置组到达时 正值樱桃成熟时节 绿叶眼影之间 一粒粒果实 如鹰四珠 望一眼便让人垂涎欲滴 远眺霹雳间 只见它怪石临寻 气势辉煌 就在半山腰的一处悬崖峭壁之上 一片房屋错落有致地分布着 向导介绍说 这就是来吴一带最为奇特的悬崖村庄 卧云铺村 这个村地处峭壁之上 据说常被云雾覆盖 所以得名卧云铺村 那么这高崖之上的小村庄 到底有些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记者进入村中一探究竟 进入村中 设置组的眼前出现了一片房屋助力 树影斑驳 安宁静谧的景象 但是观察了不一会儿 记者就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 整个村落以山势而建 小路蜿蜒狭窄局促 除了房前屋后 面积不足两三平方米的小片菜园子之外 几乎建不到任何耕地 这让我们十分不解 古人选择在此建村居住 如果缺少耕种土地 它们该如何生存呢 在卧云铺村 共有七口水井 水质洁净 甘甜可口 只用一根三尺木钩 就可将水轻松地提浆上来 这不多不少的七口天然泉眼 四季游水 常年不甘 分布位置 又正与天上的北斗七星 有几分类似 所以得名七星神井 这样的泉眼 一共是七大姓 一户 一星 一山全 一星一十年 一星一哥 四合月 这样的泉眼 让记者感到有些疑惑 因为卧云铺村 平均海拔超过了六百米 一般来说 在这种半山腰的绝壁附近 地下水很少这样集中的出路 那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个小村拥有如此丰沛的水源呢 不久之后 记者又发现 村中有不少用石块修筑的二层小楼 这些小楼看上去十分古旧 建筑形式也非常独特 当地人告诉了我们 这些房屋的特别之处 在老乡的带领下 记者沿着房前的一处土坡 向上行进 到达了这户人家的正门 这是在队面 这就不用高楼窃了 这就在山了一屋 叫鸭子 叫四个月 您这现在上面又是一四个月 对了 叫四个月 外面看是一小羊楼 二层小羊楼 原来 卧云部村地处山崖的附近 村中地势高差较大 盖屋建房难度不小 为了拓展居住空间 人们充分利用地势 把房屋建成了上下两层 下层是局促而并不规整的储藏室 用来存放粮食或饲养家储 上层参照四合院的格局 修建了东南西北四间房屋 工人居住 同时 主人将家门口的土坡 变成了上下楼的通道 连建造楼积的成本也节约了不少 此时 记者注意到 村中还有另外一些房屋 外墙体 拐角处 都被切去的一部分 表面平整光滑 整齐有序 像是特异为之 为什么这里会出现 如此特殊的房屋造型呢 这种做法在当地叫拐歪磨脚 这个大街小巷 斗逼要狭窄 那么为了方便路人通行 就把这个叫雪去 变得流畅 容易拐歪 以人多高的地方 又探出了一个研板 直角型的研板 那么下面呢 也探出了这个一个研板 上下对策 当地老百姓叫什么呢 叫有一种说法 叫上不让天 下不让地 中间让河气 村民向我们介绍说 在沃云破村 无论是利用地势 拓展居住空间 而建的二层小楼 还是为了节省土地 削去一部分外墙体的拐弯墨角 都是千百年来 当地人为了在高崖之上 安家落户 克服土地稀缺的自然条件 因地制宜 顺应自然的方法 那么 村中的这些 由石块累系而成的房屋 他们所采用的石料 究竟从何而来呢 疑惑间 热闹的乐声传入耳畔 一处农家小院里 传出了一阵阵 当地的地方戏曲 来吴邦子 老乡告诉我们 戏文里唱到的十八行子 指的就是附近最显要的山峰 霹雳间附近的一种石材 正是神奇的十八行子 解决了当地人建房盖屋的许多问题 这十八行子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石材 为何会出现在霹雳间上 高崖之上的人们 又如何重量谋生呢 沃云库村周边独特的地理条件和人居环境 也引起了不少地制地理学专家的注意 来自山东省地制调查院的几位专家 来到这里 对这一带开始了详细的科学考 考察组首先对村中分布的泉水进行了考察 专家发现 整个村落在面积大约三万平方米的范围内 确实有七个地下泉水的出路点 水很清澈 您估计这个水面距离地面有多少米 有两米左右 我们看看这个水是怎么样 其实这个地方是电脑率是七百六十多 推到它的这个矿物质含量应该是在六百多左右 对所以说这个水质非常好 这个周围这个山体观察 那个上部是这个石灰岩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寒雪城 我们那个水啊都是来源于那个大气降水 大气降水入生到我们这个灰岩里头以后 它沉上外下流 但是流的过程就遇到了这个透水的这个岩层 它就沉全回去了 这个石灰岩有多高 这个水就有多高 所以说晚晚这个半身腰啊 或者山上啊还真有水 专家进一步考察后发现 沃云部村所在的地方 上部山体分布着大量 裂系重锅的石灰岩岩层 这样的发现令记者感到有些困惑 因为在我国南方的许多地区 由于石灰岩易融于水 形成了许多地下暗河 水流汇入地下 地表出现了所谓的石墨化现象 那么同样是石灰岩的分布区 为什么沃云部村却有桌的清泉在鼓鼓流淌呢 没过多久 同行的地质专家王来明老师又有了新的发现 村中房屋多采用石灰岩建造 但是石碾和碾台的岩性却完全不同 它们是岩浆冷却之后形成的岩浆岩 王来明山东省地质学会秘书长 山东省地质调查院院长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从事地质调查工作40余年 这种石头是一种岩浆岩 它的名字叫山长岩 就是这个是在地壳深部 接近形成 后来你由于地窍运动 才成了地表 老北乡就地去台 用这种石头 做我们日常生活用的岩子墨 由此 专家们对沃云部村的地质背景 有了初步的认识 沃云部村所在地 分布着大量石灰岩 岩石体理和裂系发育 容易形成地下水通道 当水流向下流动 遇到了不透水的闪长岩石 就会形成天然的泳泉 出路地表 正是这样的地质条件 决定了这一带拥有充足的水平 也许是古人之所以将村庄 建在这个位置 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 然而 这两种岩石交界的地方 却由于山体陡峭 难以形成大片平整的耕地 那么 世世代代在此居住的沃云部村民 究竟如何解决 重粮谋生的问题呢 村民告诉我们 别看村子里土地稀少 但是据说 江太公当年在村后的霹雳尖上 封神之后 为了免除当地百姓疾苦 刻意在山上赐下了一片平酬沃土 只要人们勤家耕种 便可衣食无忧 这样的传说引起了考察组的兴趣 在山顶上怎么会出现大片的耕地呢 可以开采盖房的十八形子 神仙赐予的大片更替 这些沃云部人赖以生存了千百年的自然因素 似乎都和村后那座薄雾环绕的霹雳尖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么那座神秘的霹雳尖究竟有多险峻 它的来龙去脉 前世今生 又隐藏着多少山东丘陵当中至今显为人知的地质规律呢 接下来考察组准备登上霹雳尖 寻找所谓的十八形子和神赐宝地 揭开风神传说背后的秘密 离开了沃云部村 考察组跟随向导向山顶攀登 这时大家发现 这个村庄既是地处霹雳尖山体的半山腰处 而越向上走 海拔越高 坡度越大 那么在坡度更大的山顶 真的能有大片肥沃的耕地吗 没想到 在翻越了几道山梁之后 一片出人意料的场景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一层一层的梯田 仿佛美丽的画卷般装点着山卵 丰满的麦穗 绿中泛黄 透露出即将丰收的喜悦 这大片的梯田 让考察组对这里的岩石分布和土壤状况 有了更多的疑问 正在此时 一阵叮叮当当的彩石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只见山崖上几位彩石工匠正在开采石料 向导介绍说 他们开采的就是当地有名的十八形子 这是两阵形 这是第三形 四形 五形 六形 七形 八形 九形 十形 十一 十六 十三 十四 下面还有几层 那土没了 看不见 在一比多年几千 这下楼祖宗就是这个盖房了 发现这个石头 被这个盖房了 这一形都这个石桌了 它这个形状 两形是红了 桌出来 比较好看 这个桌台阶的形 它就是 这是一 十七公分厚 你太厚了 我这一形都太厚了 一不手还没不上去 老乡介绍说 这十八形子 指的就是十多层厚薄不一的盐层 厚的可以直接盖房 薄的甚至可以制作棋盘 专家在对这些盐层进行考察后 推测出了他们的来龙去脉 它是大约在五一年左右 就是在寒武纪时期 一个滨海到深海 这么一个沉浸的环境 在深海环境下 你就沉浸了这些厚层的灰烟 上面这些就是滨海的时候 这个海水一回退一回上 所形成一些逆质的掩饰 专家告诉我们 在漫长的地震年代中 这一带时而下沉 形成大海 时而上升 成为陆地 所以就形成了若干层 不同性质的沉积岩 正是这些多层沉积岩的存在 才能够在千万年的风化作用后 形成了半山腰 相对广阔而肥沃的土壤层 为百姓们耕种提田 提供了保障 这些土壤层 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地质演化后 已经成为非常宝贵的资源 它们和十八形子一起 不仅成为当地百姓生活中 一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更是地质学家们 深入研究分析 山东丘陵从古至今 地质变迁规律的样本 考察到了这里 大家依然对传说中 那座位于霹雳尖峰顶的风神台 充满了疑问 那里被当地人一直视为神明的所在 又会隐藏着多少特殊的地质遗迹呢 于是在专家的带领下 科考组登上了霹雳尖主峰 霹雳尖主峰海拔994米 是莱武北部的最高峰 四周峰鸾叠翠 气势辉煌 以山脊为分界线的霹雳尖 南北两坡 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 北坡平缓多姿 绿意盎然 而考察组一路上来的南坡 则悬崖陡峭 岩石裸露 专家认为 正是这样特殊的地貌和山体结构 孕育了高崖上的卧云铺村 在遥远的地质年代 由于强烈的地质抬升作用 使得霹雳尖山体高耸出地表 北坡相对平缓 绵绵起伏 而南坡却是断裂塌陷的集中区 大面积崩塌形成的悬崖峭壁 呈现阶梯状分布样态 自下至上有两个较为和缓的平台区 沃云布村位于第一平台区 村民们耕种的梯田 则位于第二平台区 常年累月的风化崩塌 形成了山峰顶部 崖壁如刀皮斧坎 半山平台有着大片梯田 和人居村落的独特景观 在山峰顶部 一片灰黑色石块遗迹 映入了大家的眼帘 它就是传说中的风神台 石台的形状相对规则 虽然年代久远 但人工累积的痕迹 仍然清晰可见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 要在这样的高崖险地上 修建石台呢 通行的专家陈叶冰 发现了问题的答案 它是古七长城上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风火台 因为在发挥元几十里 它的位置最高 所以它自然就称担起 这个风火台的任务 所以说我们现在处的 也正是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 这个七鲁两国的脚建之地 我们的北面就是七国 南面就是鲁国 原来这些残存的石块 居然是中国最古老的长城之一 齐长城的风火台 霹雳尖一带连绵的山峰 曾经是春秋时期 齐鲁两国的分界线 当时的齐国 充分利用山体北坡 地势和缓 南坡悬崖陡壁的地貌条件 就地取材 修建了长城 所以当地人一直将霹雳尖 看作有神灵庇佑 能抵御千军万马的鲁中骑山 当春秋战国的硝烟 逐渐飘散于历史长河之中 一代代生活在霹雳尖山脚下的人们 安居乐业 长城的风火 逐渐被人们淡霸 而山峰绝顶上 齐异的高台 却在千年之后 被当地人视为了 齐国开国先祖 江子牙封神的地方 考察到了最后 专家告诉我们 正因为这一带大量的悬崖峭壁 形成了鲁中一带相对闭塞的环境 卧云部的先民们 才能够历经后世的许多战乱 却安享一份自给自足的平安风域 这些正是得益于这里得天独厚 有与众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 到了明朝初夜 一些山东平原的百姓 为了躲避战乱 迁移至此 最终形成了 今天卧云部村 这个高居悬崖的 齐异村落 原来啊 这卧云部村 与众不同的人区环境 与它周边山体的独特地质结构 紧密相关 在地质学家的眼中啊 这个悬崖上的小村落 不仅仅为一方百姓提供了安居之所 更是研究莱污地区 乃至整个山东半岛地层分布规律 地质演化过程的珍贵样本 现在啊 十八形子 这样极为直观的地质碰面 还有那些性质不同的悬崖绝壁 都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地质专家的重视 卧云部村 这个藏在深山千百年的古村 正在揭开自己的迷雾 向世人展示出 原本不为人知的地理科学价值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